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快樂聯邦王 發哥開港的時間 我是吳京凡 大家知道 發哥開港 談台灣的歷史 講台灣的文化 文學 高級 宗教 也講台灣的物産和如油 希望大家這回來討論台灣的未來 創作美麗的新台灣 多謝大家聆聽 快樂聯邦王 發哥開港的時間 發哥開港 今天還是要把繼續講這本書 有趣的書 從民族來解讀世界史 主播跟民族 他們的歷史的嚴格 當然一個民族形成的歷史和文化 會影響到他的性格 那麼發哥講這個系列會講好幾集 原因在哪裡呢 讓我們對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特性 他為什麼形成這樣的特性 他和他的歷史文化有關係 譬如說為什麼日本人 也是和台灣人一樣 和中國人一樣都是蒙古利亞種嗎 那為什麼後來變成那個行為文化不一樣 那就是和他的歷史有關係 和他的環境有關係 那麼同樣的高家所種 你看到印歐那邊去 到歐洲去 和在地中海 這個民族就形成不同的性格 英國人跟法國人德國人 本來是同一個民族 然後變成完全不一樣 那就是和歷史文化有關係 所以呢用這個呢 逐漸的讓我們去理解 這個歷史上這些民族是怎麼形成的 雖然是有些比較概括化 但是因為將來是一個世界 大家互相交流的世界嘛 互相交流的世界 我們對哪一個民族 約列他的文化的性格 約列是什麼 知道的話 他們的忌諱我們就能夠避諱 那如果有的由點我們可以學習 花哥今天要繼續講的 昨天講的土耳其人 那花哥繼續講的土耳其人 在我們歷史上 記載了很多土耳其人的歷史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啊 那花哥為什麼要講土耳其 都是最近中國把這個新疆 維吾爾人關在集中營 兩三百萬關在集中營 維吾爾人是誰 維吾爾人就是土耳其的 新疆它真正的全世界 很多都稱它為 叫做東土耳其斯坦 或者叫做東突厥斯坦 斯坦啊這個是波斯語 斯坦是什麼 就什麼什麼民族住的地方啊 那叫那個西伯利亞 這個利亞呢 這個是俄文 俄文裡面什麼什麼西亞 什麼利亞呢 就是俄文的意思 什麼的地方 西伯利亞是什麼 西伯利亞就是 鮮卑利亞 塞卑利亞 塞卑就是唐英的鮮卑主的鮮卑 所以西伯利亞就是鮮卑人住的地方 的意思啊 那麼我們了解這個 我們就能夠理解 我們周邊國家的系統 像日本人和韓國人 韓國人和日本是完全不同種啊 韓國人是和中國人也根本不同種啊 以前我們都亂講啊 其他韓國說啊 你們韓國人和我們中國人同一組 韓國人說誰跟你同一組 我說朝鮮族 朝鮮族是什麼 朝鮮族和滿洲人是同一個系統 是同一個系統 那麼是滿和厚金 這個同樣的同一個族群的人啊 好 土耳其人 因為他是 我們講這個十八世紀以後 航海上最偉大的民族 是安格勒薩克森人 從這個葡萄牙 西班牙 荷蘭 一直到英國 結起到太平洋 這個叫大航海時代 大航海時代是歐洲人去侵略亞洲啊 所以清朝被英國人這些鴉片戰爭打得鼻青臉種 被歐洲人打得鼻青臉種 那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呢 把這些國家 西方的西歐國家侵略亞洲 但是你要知道 在十六世紀以前 有四次是亞洲人侵略歐洲啊 最近的一次呢 就包括那個陳其思涵 打到整個歐洲去啊 打到他們震動啊 使得歐洲人到今天還講了黃禍 黃色皮膚的禍害啊 就是黃種人代的禍害 第一次四次侵略亞洲 亞洲人打進歐洲去 第一次大侵略就是土耳其人 就是唐朝的土爵 所以我要把土耳其人 當時在歐亞大陸上 最偉大的民族是土爵 就是土耳其人 那麼講這些歷史給你們聽啊 讓我們在高中國中念的歷史能夠連接 和世界史能夠連接起來 我們才有個概念啊 好的 講這個以前呢 發哥也是一樣 因為是現在 很多事情都在發生中 他們我們聽眾朋友說 啊發哥 你講現在喔 時事的新聞 看你的看法怎麼樣 第一個就是 現在的武漢肺炎在流動嘛 那發哥不是醫學專家 所以我認為呢 我們還是聽醫學專家的話 在電視裡面或者是我們的衛生中央 衛生署的一些發布的一些措施 大家要好好的來配合啦 這個時候最不需要 國內裡面大家噴口水 而且很情緒化的 還把這件事情捲進到政黨裡面 這是不好的 因為瘟疫他沒有選擇政黨啊 瘟疫他會讓這個民進黨中標 也會讓國民黨中標 也會讓時代力量中標 他不選擇的啦 你不小心他就中標嘛 瘟疫時代還有可以分成 哪一個黨哪一個政黨嘛 這個時候是全體一致都來不及的 因為這是武漢肺炎 大概是這兩百年來喔 不是這一百年 這兩百年來 最嚴重的一個疫病 雖然死亡率沒有像那個鼠疫這樣啊 鼠疫那個時候是幾個小時 人傳到幾個小時就吐血就死了 黑死病啊 另外呢你看我看到瘟疫的可怕 我們看到一些歷史啊 當時西班牙人打到印加帝國 打到中南美的印加帝國 他圍攻一個城公布下來 結果這個時候西班牙人啊 有一個士兵啊 病死了 得到天花啦 得到天花病死了 躺在田野 這個丟在田野裡面 結果呢 印加帝國的那個城的人民啊 跑出來 看到西班牙人穿的衣服很漂亮 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脫脫了又拿回去穿了 你知道歷史上記載是怎麼樣嗎 不到三個禮拜 全程的人得到天花 結果呢 這個西班牙的軍隊呢 根本如露無人之境 全部人都死光了啊 沒有死的 躺在那裡不能動了啊 因為天花是西班牙人帶去歐洲帶進去的病 那北美洲 東美洲 南美洲 這些印第安人沒有免疫體啊 現在武漢肺炎最麻煩的就是 因為他很可能 只有可能是 人類自己合併交接 那個培養出來的新種 結果他露出來以後 人類身上沒有免疫啊 無法免疫啊 現在發現更恐怖的是 以前SARS是發燒以後 就隔離就好了 現在這不發燒也會傳染 最近越看了越奇蹟別疙瘩 你得到了這個武漢會員出來以後呢 不會免疫啊 你還會得到第二次第三次啊 如果你沒有死豪出來呢 就看護了 那還好 他還會再重複得到啊 所以呢 你看那個 我們以前中央研究院的這個前院長 翁院長 他講什麼 他說他極可能變成 像現在流行的 流行感冒會不會免疫 不會啊 你這次得到流行感冒 下次還會得到流行感冒 你不小心還會得到流行感冒 病毒會變異啊 這是我們很恐怖的事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傳到台灣來 因為台灣是個好島國啦 島國你四面都是海 如果萬一在台灣大流行 所有的飛機不會飛到台灣 航運會斷絕 台灣被孤立方 所以這個事情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大家要跟著政府的步驟團結一致啊 這是一場比真正的戰爭 飛彈的戰爭還要麻煩的戰爭 飛彈戰爭 炮彈丟下來 你知道在哪裡爆炸 你快躲啊 這個病毒是無形的 你無形的 你沒有辦法信任任何一個人啊 所以 上個世紀最有名的小說 卡蜜的瘟疫啊 他裡面有一句話說 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場瘟疫啊 卡蜜寫的是黑死病嘛 好這是關於這個部分啊 所以發哥覺得說呢 尤其是老人家 啊有慢性病啊 最好都居家 自己居家 然後呢 偶爾下來到那個公園山上部 就回去啊 盡量不要去公共場所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中國現在宣布的死亡的人裡面 絕大部分都是老人 也就是說 老年人免疫力差的時候 一旦丟這個幹麻煩啊 所以盡量生活簡單 飲食簡單 我想這個是 讓心裡安靜 你信佛教的念念佛金 你信基督教的念念聖經 很多人在笑說 這個病毒會怕佛金啊 會怕基督教的聖經嗎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你心裡平靜的話 你的免疫力就會 你增強嘛 就會保持良好嘛 如果你每天都在擔心 每天都那個 你身體就會落下來 落下來 病毒輕到你身上 你沒有抵抗力啊 重要的是這個意思啦 讓你安靜的 過簡單的生活 所以瘟疫有的時候呢 發哥不是說有好處啦 勉強讓我們安靜下來 思考一下我們生活應該怎麼過啦 以前我們愛老簡單啊 愛在外面吃大餐啊 現在讓他生活飲食起居簡單一點啊 那麼第二個部分啊 就是發哥講就是明天就禮拜六呢 在萬暖鄉啊 屏東縣萬暖鄉的新處村啊 新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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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新處呢 在平埔組叫做加袍朗 加袍朗 加袍朗 加袍朗有一個平埔組的業績啊 馬卡道的平埔組的業績啊 這是文化活動宣傳啊 不是踢誰宣傳啊 是發哥告訴你的好看啊 就對了 那麼你可以去參加 他從下午開始 一直到晚上的九點十點 讓你知道台灣人的 原來的文化是什麼來的 你去看幾點他仿然到 哦 原來台灣人的這個 啊這個這個 麻油酒 麻油雞酒 是平埔組的酒肉來的 台灣人吃的那個幽崩 啊原來是平埔組的麥 演變過來的 啊就是我們的母體文化啦 那每年發哥都會去啦 還帶學生去啦 但是今年因為 發哥有一些事情 不曉得能不能空得出來去啦 那如果空不出來 這個發哥的庭友 你們可以自己去 哦去呢 那當地有個孔里 孔里市長和潘幹事呢 你找他 說我是發哥的庭友 他就替你安排 替你好 哇很好來 很好來跟你交代啦 他會有麻油雞酒的晚餐啦 晚餐啦 還有鍋子啦 麥子啦這些東西啦 啊你可以好好的 了解台灣文化 也可以好好的吃一頓好晚餐再回來 那因為他是室外 所以比較沒有那個 所謂的 擔心流行病傳染的問題啦 那麼這個是一個義務替這個 啊台灣的大眾文化來廣告啦 好我們就回來土耳其吧 好剛剛 昨天講到 土耳其後來 搬到呢 因為這個 隋朝和唐朝 是顯卑族最強大的時候 李世民是顯卑族啊 李世民的爸爸李淵也是 也是顯卑族啊 顯卑是蒙古族的一支 蒙古人的一支啊 那顯卑在南北朝的時候 北魏 北魏這個國家啊 你們不是常常看那個 狼牙榜嗎 這些聯繫劇呢 就講北方 北魏 北齊 北周這些 北宴這些 這些幾個朝代 北邊的朝代嘛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 那個 這個 啊 都是這個 這個 福人節裡的國家啊 說認真一點就是 顯卑族 主要是顯卑族的 拓拔王朝 拓拔王朝 那麼李世民的爸爸 李淵和他們的祖父以前 就是在拓拔王朝 啊 北魏的系統裡面 當官的 當官 那麼後來 因為這個北魏 慢慢的 啊 這個這個衰亡啊 那麼 李世民的爸爸 李淵啊 在北魏的權力很大 那李世民的爸爸 顯卑族呢 他原來是 隨文帝啊 啊 楊間的 部下 楊間就是隨文帝嘛 楊廣就是隨陽帝嘛 那麼隨陽帝 他本身也不姓楊啊 他們是屬於拓拔王朝的一支啊 那為什麼 隨朝進入到中原戰績 黃河流以後 就改姓為楊呢 因為黃河流以後 絕大部分是漢人嘛 那你 外族 入侵到中原統治的人民 你未來要把人民統治的好 就講他們的話 用他們的字嘛 用漢字嘛 那就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 叫隨陽帝嘛 隨文帝 楊間嘛 發哥這樣講 你也許還 不太聽得懂 好 這個 清朝就是姓 從奴爾哈士到黃太吉 他們就姓愛心絕羅啊 他們姓愛心絕羅啊 他們有滿文的名字啊 但是清朝入關 山海關以後 把中國佔據了 中國漢民主佔多數啊 那怎麼辦 他就改漢姓啊 改漢姓以後 自己皇帝的封號也用漢的名字啊 所以叫做康熙皇帝 乾隆皇帝 嘉慶皇帝 就用漢人的名字啊 但是誰都知道 因為清朝比較近 我們現在知道嘛 我們知道他們不是漢人啊 他也不是姓愛心啊 對不對 他是滿人啊 那麼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知道唐 唐太宗 唐高宗 李淵 那個李不是 他不是姓李啊 他這個是他的中文的姓 所以現在我看看有多台灣人 姓李的他家裡的拜的祖堂 就寫隆西堂 我說我們是從甘肅西部來的 你知道當初甘肅西部是滿人的地方嗎 就是鮮卑祖祖的地方嗎 就是隆西 隆西集團 他們叫隆西集團啊 他們是做生意的 像阿拉伯人這樣做生意的 所以鮮卑進度到中國就是隋唐 唐朝建立的時候呢 那麼突厥呢 西邊的突厥呢 本來很強大 就被唐朝往西邊趕了 那你知道 當時海上最賺錢的生意 是哪一條路線嗎 就是路上思路嘛 我們講的思路 思路有兩條啊 一條是陸地上的思路 一條是海上的思路啊 但是因為 漢民族啊 這是陸地的民族 漢民族害怕海啊 所以我們念歷史書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拼命講思路 講的思路就是從甘肅一直往西邊西域 然後到歐洲的這條路叫思路 其實兩條啊 一條是陸地上的思路 一條是海上的思路 海上的思路比陸地上的思路還重要 但是我們歷史都沒有好好講海上的思路 海上的思路 這些人在那裡做生意呢 啊 那麼突厥佔據了這個陸地上的思路的中間 所以他變得非常的強大 強大以後他就開始 再加上因為鐵器文明 他們發明的鐵器文明非常的發達 就往東邊和唐朝衝突 所以才會有那個郭子儀啊 去和突厥談判和解來一起打安死之亂啊 那麼西方呢他就往歐洲去了 就是昨天講呢 他們成立了塞爾駐土耳其 然後把東羅馬帝國滅亡了 滅亡了以後隔了沒多久呢 他們又建立了1543年呢 奧圖曼帝國呢產生 然後就站在哪裡 他的首都設在那裡 就是在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 來,謝謝大家